而我只是 你说是就说是你打人干嘛 抱歉 一时试试 我回梁妹就别强行梁 花笨子可不是这么演的 不过吧 我觉得君殿下对你真是伤心啊 我实在是下不去手 算了算了 反正邪灵过也在咱们手里 就让她们暂住一晚 也没什么 不过 我还少把她们赶走 那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 你放心吧 像我这样有恩必毁 有仇必报的人 岂会被她们几个所困扯 君殿下 我有话就直说了 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忙 不过 能不能麻烦你们 找别的地方去住 为何 因为 因为毕竟我们有过婚约 虽然现在不做数了 还是尽量不要借助她 毕竟 你是高高在上的君殿下 而我只是 你说是就说是你打人干嘛 抱歉 你试试试 我会聊妹就别强行聊 花笨子可不是这么严的 总之 为了不给两个人造成不必要的困扰 还是请君殿下找别处去住吧 尽量 风小五 你真的不认识 不认识不认识 我怎么可能认识呢 边境城那么大 我也不能个个都认识 我觉得你跟那个丑丫头还挺像的 你这是变相的在说我 长得还挺丑了 总之现在我们不会走 我们需要你 为什么是我 因为我们需要一个相当 君殿下 君殿下 毕城主来了 哥哥请您过去呢 君殿下 情况就是这样 城中有人见过这个画像中的人 去过一个炼药师的住处 炼药师 八老头 没错 君殿下果然料事如神啊 完了完了完了 这下真的完了 看样子昨天我们还是大意了 竟然就这么被糊弄了过去 行了 毕城主 接下来的事情我们自己查 如果有需要我们再联络你 好 对了 君殿下应该还要在边境 多住一段时间吧 属下已经命人 整理好了院子 如果您不嫌弃的话 要不 就搬过去住 不必了 君殿下 我们突然 收拾一下 即可出发 恭送殿下